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我们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建筑材料 所以我们不会有水泥来做砖与砖之间的吻合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蠔灰 但是蠔灰也要钱买的 尤其是内陆的地方离开海边比较远 是很难拿到贝殻类的 所以他们建屋的时候 他们的砖只是一块砖上去 好像我们看到的砖 每块砖与砖之间我们没有东西粘合 只是这样砖上去 在这些情节下 我们的砖还有 因为是比较窄 比较脆 没有那么坚固 我们便要用多层来做建筑 砖与砖之间 一块砖与第二块砖之间 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漏空的地方 我们简称这些砖墙 我们叫甲场 甲场的历史其实很早 你想想一下 我们所说的在孔碧 我们能够发现有些书籍收藏 你现在看这些就知道 假若我们的墙 我们把一块砖拔开 我们可以把东西收藏在里面 塞住 甲场有什么好处 如果下雨的话 外面这层濕了 因为中间隔开了 那里面那层砖墨能够干爽 猛烈的太阳晒 夏天的时候 外面那层晒到热 这里隔开了 是通风 隔开了有空气 里面那层就是没那么热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以前的屋子没有什么窗 但都能够可以说夏天比较凉快 当然我们又会说 两层的砖墨砖上去 高起来就会扮低 但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每两层砖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打直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打横的砖 来把两个压住 这种的墙因为有打横 有打直的砖 我们就叫它丁顺式建筑 这种砖一直保持在我们清代的期间 我们都用的 现在这屋墙只不过倒了 我们都看得到 还有牙面 如果大家会看到的 那些牙一块块就这样铺上去 所以说是不黏的 为什么呢 没有材料黏的 一块块铺上去 很容易 所以以前说一打方一关 整个牙面可以掀走 那怎样令到那些牙 可以说没有那么容易掀走呢 如果大家想看的就会知道 它们的做法就是 一块牙第二块放在上面的时候 它们每次只得出三分一而已 即是一块牙就被后面那块 扎住了三分二的 如此类推 每一块牙只凸出三分一 于是便使得我们一块牙 押着第二块一路就整叠牙 这里可以说可以看得到 那些牙每一块我们会结 都是就这样搭上去 仍旧没有黏的 当然这间是很旧的屋 经过了这么久 没有重修到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建筑的实例 老衛的围墙也在这里 围门也在这里 今天当然没有拆 我们有这么好的景历 又怎样拆 再加上大家周围的人 已经能够和平共存 所以围墙其实就没有了功用 所以有一些地方 你会看到人们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土地运用 那些围墙也拆掉了 有些破烂 也不能够再花钱来收纸 所以很多围墙都没有了 但目前这个剩下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也有没有留意到 在牙下面已经有个橙色的牌洞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香港古物估计办事处 也都将它来做一个估计 介绍给人了 请不吝点赞 吧 感谢观看